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昨天12月2日是废除奴隶制国际日 此纪念日呼吁消除一切形式的奴隶现象 而在现代社会对奴隶的定义则是指 个人应遭受胁迫、暴力、欺骗或滥用权力 而无法拒绝或逃离的境遇 当今世界上有四千多万的奴隶制受害者 其中四分之一是儿童 四分之三是妇女和女童 今天的开讲区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响应废除奴隶制国际日的部分 第二部分我们邀请到小小志工允善来主持 来跟线上的好朋友分享台湾目前的税制 对人民而言不良的税制就是另一种形态的奴隶制度 首先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听听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在废除奴隶制国际日的致辞 2021年联合国秘书长致辞 废除奴隶制国际日是回忆和纪念的日子 也是号召采取行动的紧急呼吁 我们绝不能忘却数百万非洲男女和儿童 在跨大西洋奴隶贩卖的罪恶之下 遭受的无尽痛苦 我们像遭受苦难仍坚韧不拔的人表示敬意 像在共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牺牲的人表示悼念 奴隶制的种族主义遗产至今仍在回荡 尽管一些人可能认为奴隶制已经成为过去 但这一罪恶继续祸害我们的当代世界 在意农奴制和强迫劳动 出于性剥削 强迫婚姻 童工等剥削墓地 贩孕人口 以及在武装冲突中招募儿童 都是奴隶制的当代表现形式 所有这些都是犯罪和极为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 现代奴隶制往往隐藏于光天化日之下 当前有四千多万奴隶制受害者 其中四分之一是儿童 四分之三是妇女和女童 一些受害者被迫生产我们穿的衣服 吃的食物 或建造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楼宇 贫困和边缘化群体 尤其是少数种族和族裔 土著人民 难民和移民 面临的风险最大 来自少数群体的妇女和女童 是最脆弱的群体之一 20年前班德宣言和行动纲领 确认了种族主义 歧视和人口贩运之间的关联 COVID-19大流行凸显了提高警惕的紧迫性 我们必须确保人们拥有体面工作 防止整个全球供应链中出现侵犯人权行为 我呼吁会员国 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加强集体行动 终止这些令人法指的奴役做法 我敦促所有国家加紧努力 发现并保护受害者和幸存者 包括为此向联合国当代刑事奴隶制问题 自愿信托基金捐款 让我们携手努力 最终彻底消除 入末人格且不人道的现代奴隶制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透过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的分享 我们了解到目前国际上的现况 是需要紧急呼吁每一位世界公民一同来重视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很荣幸在此分享 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副主席 即太极门掌门人洪道指博士 在纪念废除奴隶制国际日的重要支持 各位一位贵宾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人权 包括生命和自由之权利 不受奴役和酷刑之权利 意见和言论自由之权利 获得工作和教育之权利 以及财产自由 积住及迁徙自由等 其他更多权利 从1986年开始 联合国订定每年的12月2日是 汇除奴随制国际日的 提醒人们要消除现代形式的奴隶制问题 在现代社会 一般人的概念 会认为奴隶制的存在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 如今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地区都不容许对人身自由的控制 至于强迫劳动、在意、强迫婚姻、人口饭孕、同工等 但事实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 全世界共有4030万人沦为现代奴隶制的受害者 因此奴隶制不仅是历史遗留的问题 且是仍然存在的不平等 这也是为什么汇除奴隶制至今仍然是个重要且严肃的议题 各国各界皆必须重视 从个人心理的观点来看 虽然如今的社会红薄发展 物质生活不断的进步 但是若没有心灵的修养 那么物质的优越反而造成人们的心灵空虚 甚至产生心理问题 进而引发生理疾病 人们会因承受内在外在有形无形的压力 而成为自求辛劳的奴隶 状况轻微者会感到不快乐 悲伤 忧郁 状况严重者可能心灵迷失方向 哪里辨别是非 未满足自我利益后 呈一时之快 甚至后国殃民 这也就是人的心生病了 被心谋奴役了 像这样的现代心灵奴隶 仍然存在世界各地的人类生活圈中 需要被救死 现代奴隶制在法律中 并没有给予定义 就其本质是指个人应遭受 胁迫 暴力 欺骗或滥用权力而无法拒绝 或逃离的被剥削禁欲 根据实际状况来看 个人遭受胁迫 暴力 欺骗或滥用权力 迫害的来源 除了强势的个人组织之外 较多是来自政府 以不正当的手段行使公权力 对人民不公对待与人权迫害 在现代公立社会下 许多人在整体社会制度及社会风气下 或职场刻意营造的环境中 已然成为现代奴隶而不自知 就如同温水煮青蛙一样 个人未必有所察觉 社会也未见众事关注 如此上行下校的奴役氛围 长期下来必定会严重影响国家的发展 与人民的福祉 甚至影响人民的身心灵健康 例如台湾政府为了税金积增绩效 设有税务奖励金制度 形成了追求绩效与奖金的组织文化 从严信心理层面来看 税务人员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奖金 可能造成滥权课税的形势 而纳税人也因此被违法税单 与司令的行政救济制度所奴役 追根究底 税务人员也在奖金制度的机会程式下 无形中成为志愿的被奴役者了 因一昧追求绩效而忘却了良知 而国家也不失改革 不愿勇敢政治问题 造成无数的税努悲剧 人民难以获得公益 甚至生存权被剥削 这绝不是民主 法治 自由 人权的国家该有的景象 人类生而平等 天赋人权不可剥夺 无论是奴役他人或被他人所奴役 都是不该存在的 这种从根本和定权性尊严的奴役制 甚至剥夺了人的生存权 生命权 财产权 更还论平等权与自由权 皆以权权之道 背道而驰 如何从根本汇除奴役与奴役 心事根本 世间所有一切的美好与罪恶 都是心的作用 唯有透过真心修行 弃除人心的贪 生 吃 慢 瘾等五毒 才不为奴役他人或奴役自己 官知现今的人们 被公前名利心所奴役 却不自觉 失去良心 为所欲为 害人又害己 而更上层的修为 如耶稣被灵内 被鞭打 仍然为了真理 背负十字架前行 然而他的心是自有的 纯净的 不被任何他人所拘异 这样的精神为世人结识了以良心互为真理的典范 而更深一层的含义 则是以身四道 提醒世人 明白肉身痛苦是短暂的 唯有灵魂 永恒不朽 在这个混沌的时代 良心显得特别重要 也是生而为人的价值 良心从内而外 唤醒每个人心中的正义与勇气 引领我们的所作所为 希望每一位世界公民 每一个国家的政府 都要实时自觉 自省 检讨 并适时地除恶习 不兴局 以平等 以博爱的胸襟 以探究法理 与真相的热忱 以治国与国际的宏观 及真民主与真权的赎养 让各种形式的奴隶制度 都能根除振兴良政 造福人民 世界爱平 祝福大家心安心平 幸福和乐 其实台湾目前的税制 依然充满着威权的思想 对人民而言 这就是另一种形态的奴隶制度 一个民主国家 如果行政官员不依法行政 甚至藐视施法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看一段影片 看看前立法委员罗淑雷 对台湾人权指标案件的 太极门奖案是怎么说的 以我们这么优秀的团体 以我们这么热爱台湾 热爱世界的团体 都受你财政部 受你国税局 受你这些不良的事物人员的欺压 那其他的老百姓呢 其他的老百姓呢 其实太极门很多弟子也跟我讲 他说我们今天 不是只有纯粹为太极门站出来 我们是为了哪些 为了是躲在很多黑暗的角落 那些弱小团体 还有一些弱势的老百姓们 被你欺压 我称为这些人叫什么 叫税奴啊 税的奴隶啊 你这样六年 已经五年平安了 那当初开了那个税务人员 要不要负责任 要不要除华 要不要开除 哪个是我们纳税义务人的钱 哪个是我们一分越好 辛辛苦苦赚出的钱 我们养这样的税务人员 难道我们当老板的 不能把它开除掉吗 呼吁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我们呼吁我们现代的立法委员 要拿出勇气 要拿出破裂起来 接下来就是我当年没有完成的 税务人员的退场机制 应该要继续把它怎样 执行下去 大家说好不好呢 好 谢谢 谢谢 如果台湾的税务人员 无法尊重人权 甚至藐视施法 这是台湾民主发展非常大的隐忧 将导致更多的人民因此受到迫害 我们呼吁执政者 应立即废除法税奴役 全民据作法税奴役 台湾曾经经历过威权统治时期 因此我们更能了解民主的可贵 但现在的台湾 有许多人仍然受到法税的霸凌 许多的税债户因此沦为税奴 看不到未来 内心的苦痛可想而知 接下来就由小小志工们 分享他们的心声 他们将大声说出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帝国没喷着哦 大家好 我是Seline 今年十岁 我是太子门弟子 刚刚唱的是一首歌曲中的一段歌词 歌曲中内容描写 认真打拼 未来就不是梦 每个人对未来都有梦 人生才活得更精彩 然而梦想除了辱匿认真打拼外 好的良好环境 包括国家有健全的制度 有遵守法律的国民以及官员 才真正能给年轻人好的未来 今天有四位和我一样有梦的年轻人 要来谈一谈如何让他们的未来不是梦 首先听一听Louis的分享 大家好 我今年十四岁 在念国三 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家庭 三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带我去太子门练功 爸妈都很尊重我的决定和想法 在学校碰到什么事情 我也会回家跟爸妈讨论 虽然我已经国三了 但是爸妈不会给我很大的功课压力 只跟我说 学生要有学生的样子 该读书的时候就要好好读书 做好学生的本分 因为我们全家都在太子门练功 在师父的引导下 告诉我们良心的重要性 引导我们明辨 是非 对错 真假 教我们自己教自己 透过打坐 让我随时可以进得下来 透过练功 让我从小的过敏 有了改善 还有学习怎么样面对未来的人生观 在学校上课时 老师说 要遵守国家法律 将来才是一个好的国民 但是从爸妈那边得知 太极门却遭受到政府不公平的对待 不遵守国家法律的官员 欺负太极门25年了 至今都还没解决 这些事情种种原因都是来自不法检察官 侯宽人先生 不适合侦办 违法起诉书 所以侯宽人检察官在91年3月4日 经监察院调查 并公布调查结果 降列侦办太极门 违恩案违法事件 违反侦查不公开 违法搜索 违法冻结资产 且 建阅职权 命各县市政府对各道馆封馆等 多处违反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严重侵害被告知权益 强害检察官公正执法形象等八项重大违法 并应受法务部重研究则硬处 且认定起诉与证据资料汉格矛盾 据其起公诉 不符证据法则 并将此案选列为 监察院重大人权保障事件 但是官官相护 侯坏仁检察官不但没有受到惩处 反而官路亨通 目前已经高升为林郑署的副署长 在民国99年5月1日 侯坏仁检察官竟然大言不惨 透过联合报 高调扬言表示 作为经得起考验 并谎称 监察院之调查 只有一位监察委员调查 且在调查后 及到太极门接受感谢云云 以此 吴美监察院调查不公 事实上 侯坏仁检察官所犯之八项重大违法 是由三位监察委员调查 且经十位监察委员共同决议 而且调查后 并无任何一位监察委员 承到太极门接受感谢 侯坏仁检察官所为 已涉及毁谤罪嫌 侯坏仁检察官不断地知法犯法 跟老师教我们的理议廉恥相违背 虽然违法的警察官 就跟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坏人一样 我相信坏人终会有一天倒台了 因此 我们走向街头 告诉民众政府的不公平 虽然违法的官员 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虽然经历风吹 日晒 雨淋 气温一天也比一天低 但是依然没有打断我们强烈的爱国心 反而促使我们更加坚强 化悲愤为愿力 希望唤醒政府官员心中的良知 尊重人权 只要我们努力不懈 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希望政府能给我们年轻人 未来一个好的良心环境 还给我们安心练功的权利 归还太极门违法拍卖的修行圣地 谢谢大家 我们师父引导我们良心时代 又告诉我们礼义连耻这四个字很重要 身在宫门好修行 但是我看到迫害我们太极门的官员们 个个都知法犯法 还官官相护 接下来这段影片 告诉大家太极门假案的真相 让我们欢迎这段影片 事件起源于1996年 侯宽人检察官带着大批警调 违法搜索太极门 太极门是古老的气功 无数小型门派 分离力供应团 似乎关系的名门剑牌 侯宽人在查不到任何犯罪事实 就以一把弟子在南投异品店买的桃木剑 呼齿为养小鬼的证物 甚至说是利用怪力乱神来练才 It's all rubbish Come on 节目主持人李斯端问侯宽人 你凭什么来断定有犯罪嫌疑 侯宽人说 我在他眼神中看到散过一时阴影 用眼神来办 成为司法史上最荒谬的起柱柱 侯宽人除了羁押起诉掌门人外 也对媒体散布附实消息 毁损迷运 并且冻结掌门人所有财产 达身无分文 侯宽人更滥用权力 发文全国县市政府 命令解散太极门 并威胁恐恶 一共受羁押的师徒 哇 这时代太巧鬼了吧 侯宽人起诉内容 屋子弟子拜师时 赠与师父的禁师礼 是诈欺所得 并且要求法院没收 净世礼 what's that 净世礼是 这干恩师父愿意 show to的心意 是准始终道的标签 其兴趣如同婚礼 偶尔 封年过节给父母的红包 其叔叔既然认定 净世礼是诈欺 要没收 就不该课税 但在案件未查明真相前 国税局竟然开出违法的税单 让太监们面临 司法与税法的双重迫害 给钱给钱 毕竟十年七个月 在2007年 司法终于判决 无罪确定 还给太极门清白 也认定弟子的禁师礼 是正与兴职 属于免税所得 而且无任何盈利贩售的行为 根本没有任何课税问题 遭无辜积压的仕途 均获得国家孕育赔偿 监察业更调查指出 侯宽人检察官有八大违法 税捐机关有七大违法 虽然国家证明了太极门是冤案 国税局官员曾公开表示 法院的不算数啦 国税局这么大道 将近二十年不论太极门弟子 提出上万份的正与书证 都证明禁师礼是正与 教育部也正式表示 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总统府及武院也关注到此冤案 但国税局却不愿意面对真相 看不见看不见 财政部长张胜和当年任职 台北国税局局长时 把正与的证据隐匿起来 伪造文书 谎报调查结果 欺骗国人 2012年国税局公告调查结果 再一次证明禁师礼是正与 国税局也忠于承认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但国税局却还是继续对掌门人课税 就是要给我钱 OMG 这时代太超过了吧 阿不就 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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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被磕睡咯 所以无论任何说法 国税局就是要你 付出钱 这么没认信地压炸人民 跟强盗有何不同 同态起门案可一亏部法检察官的烂权 国税局的无理八道 并零驾义府五宴之上 但因此冤暗 社会上开始关注 付税人群的人 越来越多 缴税是人民依法的义务 但不该缴税 也不该强迫人民币 据调查 台湾每年都有 几百万欠税欠费案件 平均每四户就会有三户 看似平静民主的台湾 背后有多少税灾户 暗夜枯记 无处可生呢 真相只有一个 详情请上 WPN世界明报网站 台湾是民主自由的国家 连我们小朋友都知道 手信又很重要 政府机关更应该如此 现在就让我们 听听Yuna的分享 到底谁公然毁约 说话不算话 大家好 我今年11岁 是小学生 我从小在太极门长大 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 师父师母师兄师姐 都对我很好 从小在太极文化的熏陶下 让我能用正向思考 面对我的生活 总是能开开心心 过着每一天 在太极门里 我们每一个小朋友 都拥有人生无保 健康 财富 智慧 快乐 幸福 我也常常会思考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小时候我看过一本绘本 说着当年美国霸车运动的故事 在大家的奋斗与努力之下 美国终于取消了 种族隔离政策 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 拥有基本权利 政府的存在就是保护人民权利的 但是看这些事件却发现 很多人权迫害是来自政府 我们台湾有吗 有 我们台湾也有 太极门受到检察官的违法起诉 监察院已经对这位检察官 侯宽仁提出八项违法 最后由最高法院判决确定 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 没想到行政官员竟然不理会这个 连我们小学生都知道的最高法院判决 还是继续迫害太极门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人权迫害 台湾曾经发生过令人遗憾的228事件 虽然已经过了很多年 但是被专家学者称为法税228的太极门案 却仍然迫害着善良的人民 虽然最高法院已经还给太极门清白 行政院也召开跨部会议要解决此案 但是财政部 国税局 竟公然毁约 甚至移送行政执行署 联手强行拍卖太极门土地 并收归国有 不理会五院 影响政府的诚信 我们课本有交 我们是民主国家 行政机关不能抵触上级机关 更不能说话不算话 我们小朋友都知道要守信用 怎么这些财政部 国税局 行政执行署的大人反而不懂呢 虽然我是小学生 但我也有表达意见的权利 我真诚的期盼 我们的政府官员不要迫害人民 要乖还违法征收的太极门修行圣地 同时要真诚的向人民道歉 并未做错的事负责 希望我们的政府能懂得 什么是真正的人权 不经历迫害任何一个人 或任何一个团体 谢谢大家 小时候长辈就很常教我们 请别人帮忙时要说请 受到别人恩惠时要说谢谢 做错事应该道歉说对不起 违法做错事的大人们 难道都忘记了吗 做错事情道歉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部影片 看一些其他有正义感的大人们 如何告知做错事的官员们 什么是对的 净思理是属于正义而不是守得 就没有所谓的守得税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已经经过 法院的刑事的 包括起诉审判的过程里面 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我们不要再去绕圈子 去做一些其他不必要的动作 太极门事件是由你启头的 搞了18年还没定案是什么道理啊 报言 如果你国税几对 你财政部队 怎么会搞到18年还没定案呢 报言 那如果不对 那你应该赶快了结啊 没有错 这个案子历经时间很长 还有一次啊 为了这个执行啊 你本身啊 还修改公文书 把那个确定执行那个日期 把它提早 修改公文书提早 先下手为强 我看到公文书 我出了公文 竟然可以立刻把它涂掉 再改日期提早 从来执着上去执行 世界上有这种 税务人员的这种税务机关吗 开玩笑嘛 18年了 然后我问说 你这个18年啊 这个图例呢 这个造成哪一个律师赚多少钱呢 你们什么大户的 本案律师事送费用 因细数某位律师本人的所得资料 以税件基层法33条规定 本籍应付保密责任 我是国会议员 我是立法员 我说你那个单位 这一项支出 一共支了多少钱 你说那是所得者的机密资料 牛头不周围马嘴 本末导致 这样也妇容我 一般人没办法了解 整个情况 所以 委员如果你愿意 我愿意亲自来跟你报告 然后把证据弹给你看 带五个国税机来跟你 用假日 是是 我找当事人 他们的这个实际上 被你冤枉的 受苦的人 没有冤枉 这个已经解决了92%了 以前解决的 我还要帮你帮他追寻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解决 你赶快 赶快该怎么样 赶快怎么样 没有那些在 18年 你就没有 那个在行政法院 政府对人民 搞18年没有搞定 那你这个政府有问题 不是能力有问题 就是心态有问题 一定的 在行政法院 这已经在法院 在诉讼中了 对 是不是说你硬拗 一直诉讼吗 不然投降就不要硬拗了 是不是 意思啊 就是国税局投降就好了 国税局投降 以后没有生意 我们被国家的 国税局来实验到了 怎么叫硬拗呢 你就是没有道理 才会讲这种情绪的话 我什么时候叫你投降 你们可以 到监察院的网站去看看 我有七点的纠正 每一个纠正的时候 国税局就说 啊 我们呢 弄错了 我在一百年的时候 我就跟财政部长讲 那这个应该是可以结案了 他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 反正那个 那个 奖金我拿了 然后呢 要扣税也是扣你们的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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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not due process to accuse a human being in a civilized society of raising goblins. The mere statement of that would cause individuals and should cause individuals to question the sanity of the prosecutor. And in any court of law, such an absurd allegation would be thrown out. It is not due process for the NTB to issue tax bills and to continue to issue tax bills based on allegations of an indictment that have been thrown out in three separate criminal trials. It is not due process to have the interagency group get together from all of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Taiwan to finally address the persecution of Tai Chi Minh and agree on a process for doing that through a survey and then falsify the results of that survey. That is not due process for the Taipei High Administrative Court and a Supreme Administrative Court to rule in favor in Tai Chi Minh and then do what? Send it back to the same individuals and authority that issued the tax bill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collected bonuses for those tax bills. It is not due process to be caught on this treadmill of remand by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s back to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back again. And this never-ending treadmill where individuals at the Ministry or any other tax officials can reissue the same bills time and time again and causing taxpayers time, money, and concern for decades. I'm hoping that through forums like this and through information that your new president will or the new finance minister will see that it is appropriate to end this persecution. James is a college student. He is a college student. James is a college student. He is a college student. He wants to share his concerns. He is a college student. He wants to share his future. We want to share his knowledge. All right. So, my name is Kai Yu. A college student is a college student. Everyone knows Taiwan has been diseased the most public state of Taiwan in the world. 2020年,台湾被经济学人誉为亚洲民主灯塔 台湾在全球民主指数排名为第11名 然而讽刺的是,那年台湾却发生政府利用非法课税手段 迫害人民宗教信仰自由人权的事件 就在当时,我在台湾的苗栗,亲眼目睹了这个荒谬的场景 国税局以及行政执行署用假税单强夺太极门的修行圣地 这一事件起因于一名叫侯宽仁的检察官 他非法起诉太极门器工武术修行门派的掌门人,洪博士 更扯的是,侯检察官没有出示任何明确的证据 还主导税务员使月孙做卫证,屋子逃漏税 虽然最高法院已经宣布太极门无罪,也没有逃漏税 时至今日,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 财政部国税局仍用违法税单向太极门强征克税 违法强行拍卖,修行圣地,非法收归国有 违法的官员仍然逍遥法外,甚至在工作中得到了着身 作为台湾的人民,我希望政府能够将违法者身制依法 此外,我坚信我们应该为无数被非法税单迫害的人们发声 最重要的是,我认为政府应该要订定合理克税的法规 废除税务奖励金 综合以上,唯有竭尽全力争取人权 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才能让台湾成为真正民主的国家 也能让我们下一代安居乐业,快乐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谢谢大家 我们听到James分享,认为政府要订定合理克税的法规 废除税务奖励金,让后代子孙安居乐业 最后一位语谈人,Sophia 以现在社会新闻中常出现的暴力事件 来谴谈延伸到太极门案的税暴力 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Sophia,今年12岁 目前就读国中一年级 七岁时跟着家人进入太极门练气功 和师兄姐们一起练功,让我觉得很开心 在太极门里,我也学到了很多学校学不到的事 例如参与活动展演和法税街头宣导 让我学到勇敢与自信 在台湾儿童普遍拥有生存与受教育的权利 但在受保护与参与权的人权指数仍然偏低 借着今天的机会,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与想法 最近有着电视新闻 有一位青年因为车辆差撞 把就读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殴打至昏迷 施暴者不当双眼的行为及警方的轻率处理 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因为暴力行为及社会不正义是无法被容忍的问题 每个人都应该被平等的对待 其实台湾的法税制度同样存在不公平与不正义 税务官员开出错误的税单 常常不愿更正错误 人民出来成情告诉他们做错了 也没有人愿意出来承认错误向人民道歉 官员的错误却要无辜的人民来承担 这是对社会及儿童做出了最坏的榜样 太极门税务员案就是一个图显法税制度严重问题的案例 这个案件的起因是侯宽然警察官的违法起诉 制造假证据 一顺国税局开出六个年度的错误税单 虽然司法已判决太极门无罪无税 国税局也将其中五个年度的税单金额归零处理 但明明一样是错误的税单 却留下一个年度的错误税单不更正 还用违法错误的税单将人民的土地违法排卖 持续伤害人民 这是国家的税暴力 也是行政程序的不正义 因为看见法税环境存在严重的问题 我想要站出来告诉政府和各种人一起关注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梦想 我希望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能够被修正 我的师父洪道子博士时常教导我们 错了就要改 改正错误才会进步 现在台湾的法税制度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如果不改正就会持续伤害人民 希望政府能听见我们的声音 把错误的税单撤销 修改不公平的法税制度 还给人民公平正义 做出最好的榜样 让台湾变得更好 谢谢大家 每个人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都有人权 都有被尊重的权利 就算是小孩子也有人权 最后要来听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这首歌充满正向感染力 希望能够让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爱 我们来欢迎这首 Lo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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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